前文说于,人虽有益于为善,亦是非理,及后文说,要习思虑,便是不习思虑。 这些都是旧人的向学之心意笃食不足之病而说的境界判断,判断修学之此时,尚未达至境界,心中仍然人欲凶扰,此时虽欲未善,恰正善量不足,尚在思欲中,因思欲汹涌,故要习思虑,正正见思虑尚未习。 像这样的术语表示,都是对学者直接在正量上下判断的境界哲学的语言形式,将之作为功夫要求,则是境界展现形态的功夫,而不是下学功夫的时机而上之路。 下学功夫应该提倡,但境界判断是另一回事,正在进行下学功夫时境界尚未完成,尚需勉力未知。 因此说此时尚在人欲中这也是没错的,但是尚未能有真境界者也确实需要这一段下学功夫。 关键只是在这一段功夫中的长短时日的问题,大约积息有一定之量,或气质之性或气柄总有一定之量,积息或气柄在勉力中必然逐步划除,一日划除静静,即或然贯通,即当下无思虑无思欲,即已至境界, 则此时自是不必有意为善,则此时自是不必有意为善,亦不必刻意习思虑了。 此意又见下闻。 静即便是理,无己可克,使则须觉四。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作者说成一说静是本体功夫,说功夫是本体功夫,就是说功夫是性体中发出来的,性中只有仁义理之,故而成一说静即便是理之时,即是以静为性中之善意志,即以理为功夫其向,甚至真正做到了静,就是真正做到了理的境界。 故而无己可克,到了境界才无己可克,否则还是要克己复理,就要无意必顾我,这就还是在做功夫时的话语了,一旦到了无己可克,那就是做功夫到了境界上的话语形式。 六之二 计划宇宙论的若干观点 陈怡不是主谈宇宙论的哲学家,张宰世 这也显示哲学家的哲学创作通常只集中在特定的哲学基本问题上,掌握他们的创作关怀主轴,即是解析他们的哲学贡献的关键,陈怡的创作显然是在存有论概念解析及功夫哲学问题上,前文数解已详述之。 但是陈怡对宇宙论问题 陈怡之存在是在意有无,出入,影显中的历程之说有意见,陈怡的意见即是认为有一个,真元之气,时时远远不断持续创生,未有停息,因此不是以散之气复归新生,而是持续创生。 陈怡此说应有其理论目的,或不欲留于轮回气化观之图,然而由于陈怡陈述不多,难以展开铺陈,故而仅简单评论。 若未既反之气复将未方生之气,必资于此,则疏与天地之话不相似。 天地之话,自然生生不穷,更何复资于既必之行,既反之气,以为造化。 静取诸生,其开合往来,见之鼻息,然不必须假息附入以为乎。 气则自然生。 人气之生,生于真元。 天之气,亦自然生生不穷。 智如海水,阴阳圣而合,即阴圣而生,亦不适将以合之气却生水。 自然能生,往来屈生只是理也。 圣则便有衰,咒则便有业,往则便有来。 天地终如红炉,何物不消瘦了。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道则自然生万物 金夫春生下长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后来生长,不可道却将继生之气,后来却要生长。 道则自然生生不息。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真元之气,气之所由生,不与外气相杂,但以外气涵养而已。 若鱼在水,鱼之性命非是水未知,但必以水涵养,鱼乃的生儿。 人居天地气中,与鱼在水无异。 至于饮食之养,皆是外气涵养之道。 出入之习者,何辟之机而已。 所出之习,非所入之气,但真元自能生气,所入之气,只当何时,随之而入,非假此气已住真元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尽取诸身,百里皆具。 屈身往来之意,指于鼻息之间见之。 屈身往来指示礼,不必将寄屈之气,复卫方身之气。 身身之礼,自然不习。 如复言七日来复,其间缘不断续,阳以复身,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 有身便有死,有始便有终。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由以上述文可见,沉宜及,深深,知观念,反对张宰于气之出入复返之说, 沉宜其实是担心其说将导出佛教轮回观,此一忧虑事实上即不必要, 佛教轮回观并不建立在客观世界的企划宇宙论结构中, 张宰的说法意味对到佛之批判而建立着, 张宰之努力有其力基于如学价值观的宇宙论思维之创作, 成一自己不是宇宙论哲学的深思者, 对于张宰理论的作用效益未必清楚, 对于佛教轮回观的知识细节亦不见其有清楚的陈述, 因此所提出的观点亦只能说是一件层次。 至于真元之气的定义为何, 成一意味有详述, 可谓只是一介用的概念之使用而已。 六之三,历史哲学的命定论论述 站在儒学基本立场, 对于历史哲学问题是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态度, 孔子做春秋, 是以历史哲学的念创作的阵地, 自事而后, 董仲书及邵雍皆有所继承及接续的创作之讨论, 但议题是分散的。 就成一而言, 他也并不是一位历史哲学进入的哲学家, 但是他却仍有若干历史哲学问题的发言, 且具命定论色彩, 并且与邵雍之说实为同行, 如果说成一是受到邵雍的影响不自觉地接受之并以为自己的论述观点, 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此一来即将引发更多的儒学理论的相关设的知识立场问题, 成一恐怕未有警觉, 因此不见其有更为详尽的讨论, 由于所说确实特出, 意应是做讨论。 以下讨论历史哲学中的君子小人治乱善恶的问题。 天地之间皆有对, 有因则有阳, 有善则有恶。 君子小人之气常停, 不可都生君子, 但六分君子则治, 六分小人则乱, 七分君子则大治, 七分小人则大乱。 如是, 则亦无此三自, 作虽自。 遥, 顺之事不能无小人。 盖遥, 顺之事, 只是以礼乐法度屈而知善, 尽其道而已。 然言彼乌可封者, 以其有教, 虽欲为恶, 不能成其恶。 虽遥, 顺之事, 然于其家乖利之气一生诸, 君, 在朝则有四兄, 久而不去。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这一段文字说于君子小人之必同存于是, 应是以气化宇宙论下的人性论观点下的必然结果, 及其说有因有阳就有善有恶之意者。 沉宜同于张宰之以气秉之性说人性, 因此秉气为小人者是一存有论上可能的事情, 但是气秉之性不同于天命之性, 更不妨碍性善本体。 关于沉宜讨论论语中言于上至下于不疑一文之主张人为必然, 可疑之意者, 显然成一意将主张小人意必然可以成为君子, 因此说一时代之中之必有君子小人之历史哲学的断语, 却不至于造成命定论的小人必不可谓君子或必谓乱于世的结论, 同样的意见在少庸学说中陈述更详, 但是少庸就是缺少性善论的本体论及本体功夫之学说, 因此少庸的历史哲学中的命定论困境就难以解脱, 但陈迷却因有气质之性及天命之性的人性论, 因此可以清楚地解决这一个理论难题, 此事陈迷虽未有明显提出, 作者依据他的行上学及功夫论观点却可明断如上。 以下讨论个人命运的贵贱问题, 问命与欲何意,张恒取云,形同报意, 犹难与命,与欲可也, 先声曰,人欲不欲,即是命也, 曰,长平之战,四十万人死, 其命一呼,曰,是一命也。 只欲这白起,便是命当如此。 又旷照促皆一国之人, 使是五湖四海之人, 同时而死,亦是常事。 又问,或当行而亡, 或未相而饿死, 或先贵后见, 或先见后贵, 此之类皆命呼,曰,莫非命也。 既曰命,便有词不同, 不足怪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问,富贵,贫贱,受邀, 故有分定,君子先尽其在我者, 则富贵,贫贱,贱,受邀, 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尽, 则贫贱而邀, 理所当然,富贵而受, 是未侥幸,不可谓之命, 曰,虽不可谓之命, 然富贵,贫贱,贫贱,受邀, 事亦前定。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是求有益于的也, 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无益于的也, 求在外者也, 故使君子已亦安命, 小人以命安逸。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三, 上影前文确定人是有命的, 后文就人之有命之事时建立君子的存储之道。 个人有命与摒弃善恶是不同的问题, 摒弃善恶是人性论问题, 君子小人之必然病是存在而至生至乱效果则是历史哲学问题, 至于个人、富贵、贫贱、受邀, 则是命运问题, 沉宜说清楚了气柄善恶及功夫修养问题, 却没有明说历史的治乱规律问题, 没有明说就不必讨论, 因为也无从讨论起, 邵雍道是明说了, 所以邵雍确实是历史哲学家, 沉宜只是在若干意见上涉及了, 却不深入。 至于个人命运问题沉宜也是说到了却不深入, 沉宜承认人有命运, 且个人命运各个不同, 但是为何而有? 能否改运? 沉宜未有名言, 沉宜有所名言者, 是君子已亦安命, 小人以命安逸, 义及君子之道不论命运只管义行, 这当然是儒者的基本态度, 义指正大光明, 指儒者于命运问题的未能深入之事时, 义由此见, 义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成一解。 周易经文只站在修养哲学的立场, 因为他只关心君子已亦安命, 的这一份。 七, 结论。 本文之作, 以呈现沉宜功夫理论与形上思想的意理格局为写作重点, 并基于沉宜意学著作的理论意义之说明。 作者认为, 在行上学义理方面, 义以天命说性, 以性为善, 论说性善论的本体论, 此一义理自是孔孟意雍之一贯之论述。 义以弃柄说恶之来源, 此说, 如学解决性善论的理论与现象割离的理论困境, 又与张载之创作意理方向一致, 实为如学言说善恶问题的重要件数。 义以心为善以恶为情为欲为意味气诸说, 保住心概念之本善之定义而从而得以继续要求于主体的向善实践的动力, 此说在定义上虽有勉强, 但是义理上保住向善实践的新的主宰意, 却实极为符合儒家立场的建树。 在功夫理论方面, 乘以以主境说说本体功夫, 是为一撤上撤下的本体功夫理论, 义理完整。 乘以论功夫又以格物置之的诠释, 提出一套重视客观环境条件的知识性掌握的学习目标 以及主体心意志贯彻的下学上达功夫理论, 实为具现实经验的更为完整的功夫理论。 乘以最后以心性天理性命仪式总收本体功夫的荣冠意理, 展示了他的理论以真圆满的境界。 乘以注意、重视、周易、 经文作为君子修养成圣的诠释意义, 如学义理义一路撰写了解义之经典之作。 乘以令涉及理论议题众多, 本文上讨论关于境界哲学相关问题, 以及企划宇宙论的若干意见, 以及涉及历史哲学命定论思想的部分。 乘以之作上有论与鬼神魂魄之说者, 其意义以权位朱熹所继承并论之更详, 故而本文便未语讨论。 以上是作者在本文中的研究所得, 这样的工作方式一方面是基于作者的中国哲学解释架构的思路下的进行, 另一方面则是作者以呈现哲学家知识创作的原意 以为研究的目的而得的成果。 至于乘以所论是否属真, 这就是另外的新问题, 这是一个当代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省的问题, 作者向来认为如是道三教示意根本上属于三套互不隶属的真理观哲学系统, 因为三教的世界观根本不同, 故而无从论就高下, 且到佛两教的理论系统中上涉及它在世界的超自然能力之之, 并非仅止以哲学思辨之活动即可论断是非, 只能就所信仰的对象进行义理的理解或在创作的工作, 纯粹从哲学理论研究的角度, 当代哲学工作者能够进行是非好坏之论断者, 不过就是同医学派内部的义理辩证, 例如讨论陈宜之作在儒学史发展中的继承与创造的关系, 厘清陈宜哲学与其他儒学体系统一辩证问题, 这就是当代哲学工作者能够进行的课题, 其他论断三教高下圣或旧者儒者之辟道佛而在位评判的工作, 作者认为这些都已经超过了哲学工作的合理范围, 仅能是信念之真了, 即便是成一支辟道佛意根本上也是一信念之真而已, 然而哲学工作的合理范围却是在理性思辨的前提下, 讨论观念的架构, 属于超自然能力对宇宙真相的陈述之知识, 绝非哲学思辨之能肯定或否定者。 以本文为作者参加, 第一届世界鸿鸣哲学大会, 而作, 大会地点, 美国夏威夷潭香山加米尼德大学, 大会时间, 2004年7月22、25日, 世界鸿鸣哲学与宗教研究院主办。 2. 关于劳斯光先生对于宋明如学的诠释意见, 以及作者对于劳先生意见的个人看法, 请参见作者的论文, 杜宝瑞, 2003年1月, 小于对劳斯光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大于, 世界中国哲学学报, 第七期页55-105。 3. 关于务宗三先生论述儒学的诠释意见, 以及作者对务先生意见的看法, 作者皆有专闻讨论、参见, 杜宝瑞, 2001年4月, 小于对务宗三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 反省大于, 哲学杂志第34期, 页120-143。 4. 成一就是以他们的论性都是有问题的批评之, 养子, 无自得者也, 故其言蔓延而不断, 悠游而不绝。 其论性则曰, 人之性也善恶混, 修其善则未善人, 修其恶则未恶人, 循子, 被圣人者也, 顾列孟子于十二子, 而为人之性恶, 性果恶邪。 圣人何能反其性已至于斯耶? 二层级, 汉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应行, 1983年09月16日出版, 卷25。 以下本文之所有隐文皆以此一版本位句, 隐文之文末之数字及隐文在本版书籍之出处卷号, 故不再令外家住。 五, 参见桌著, 杜宝瑞, 2004年4月6日至8日, 小于成浩境界哲学进入的如学建构大于, 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化研讨会, 中国文化书院, 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 香港湘江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主办, 会议地点, 北京市中山堂。 六, 本文影字, 二层级, 河南城市遗书卷十五, 汉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应行, 1983年9月16日出版, 集中注录详仲, 本文以下影文主要揭出自, 河南城市遗书, 文中将于影文之后附上卷号。 七, 此一作者在讨论老字道论思想时曾以, 本体论的抽象性真, 知概念讨论之, 即对于道概念进行思辨性探究, 相较于, 本体论的实存性体, 知处理价值立场观念的概念, 但这毕竟是作者的个人使用, 依据学界一般习惯使用存有论这个概念来约定这种问题的做法或许教义为学界习惯。 八, 其实定概念在诚号处是一肯定义的用法, 是谈境界的定, 此在, 定性书, 一文中极简。 而成以以知批判佛家则是一否定的用法。 232C45FC80947D506F33476DCEDD5D2OD73260171-2252OK9Text斜线HTML29 Friday, 26November2015.50分29秒GNT2820330day-29Ct9年4月951E4CBC3340003Heights6171-225,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朱熹功夫理论。 首页, 向上,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寻子的性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坤艺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 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 董仲书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董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周廉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恒曲思想中的如道佛存有论之差异, 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 少庸如学建构的一理探究, 陈浩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陈宜行上学功夫论语义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进入, 朱熙功夫理论, 朱熙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 朱熙本体功夫进入的未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熙行上思想, 朱熙行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Church之言一意, 中朱熙与胡鸿一理争辩之解析, 胡鸿心性哲学, 胡鸿儒学相关论指, 对胡武锋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论胡鸿从成人心性到物说的儒学建构, 朱熙里一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 朱熙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者,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留树仙者, 变态极图说书, 中朱熙与路向山一理争辩之解析, 夜水星世功进入的儒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哲学问题分析, 陆向山功夫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陆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禄而胡知会的伦理意涵, 陈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儒学建构, 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 陈来有无知敬书评, 罗清顺存有论敬入的理气心性辩习, 王夫之意学书评, 带阵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朱熙经典诠释中的功夫理论, 1.杜宝瑞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探究朱熙的功夫论哲学, 并从大学、中庸、孟子、三路处理之。 首先区分, 本体功夫, 与, 功夫四地, 是功夫论哲学问题中的两个不同层次的议题, 以及朱熙功夫理论应独立于朱熙形上思想来认识及讨论。 其次说明朱熙功夫理论首先是在一个经典诠释的立场上的创作, 这是包括对大学、中庸、孟子、内功夫哲学命题的诠释与创作, 其中,大学、功夫四地理论是朱熙功夫论的首要关切问题, 但是,孟子,的本体功夫在朱熙的理解中也是准确的, 不可因朱熙有所发挥,大学、功夫四地问题而以为朱熙不是孟子, 本体功夫的继承,本体功夫与功夫四地是两种不同的功夫论议题, 本文将予以厘清。 厘清之后即明确说明朱熙于、大学、八目的功夫四地问题上的创作, 以及朱熙在、孟子、本体功夫上的诠释与继承。 此外,中庸、以发未发问题的诠释是包含存有论问题以及功夫论问题两路, 首先厘清讨讨论未发之中的存有论问题, 然后转出讨讨未发含养与已发茶时的功夫论问题, 则朱熙于、中庸、的功夫论问题才得厘清。 关键词,朱熙于、大学、孟子、中庸、格物致之, 以发未发、含养茶时,求放心。 本文大纲 1. 前言 2. 大学、格物致之权势系统的功夫四地论。 3. 中庸、以发未发权势系统的功夫四地论。 4. 孟子求放心权势系统的本体功夫论。 5. 小节 1. 前言 本文将讨论朱熙的功夫理论问题, 首先提出几个处理此一议题的基本意见。 1. 功夫理论是儒家哲学必定蕴含的哲学基本问题, 重要的个别哲学创作系统皆是或为预设、或为附带、 或为主要讨论功夫理论的创作系统。 1. 哲学史上的朱熙以陈珠理学面试, 2. 而陆王以新学面试, 2. 似乎陆王更讲功夫而陈珠只讲行上学世界观的问题, 3. 其实不然。 3. 陆王却是多讲功夫, 4. 并少讲行上学世界观, 4. 但是陈珠却是既讲行上学世界观又讲功夫理论。 4. 本文集是企图将朱熙论说功夫的发言以一个异于认识的脉络充分展现, 5. 一方面厘清朱熙功夫理论的面貌, 6. 二方面借由朱熙功夫理论面貌的厘清意同时澄清朱熙形上学的意理特点。 6. 当代学者对朱熙思想的讨论, 6. 当代学者对朱熙思想的讨论, 7. 有时会将朱熙原式弹形上学, 7. 世界观的问题放在弹功夫论的问题上讨论, 7. 以致对朱熙功夫论问题的认识有误。 7. 本文因此专注于提出朱熙功夫理论的知识面貌, 7. 将作为更精准的理解朱学的重要成分。 7. 穆宗三先生对于朱熙有存有论进入讨论形上道体的做法见之甚强, 7. 但是却批评此一做法不能正见道体, 7. 道体与性体只能逆绝而体正之, 7. 不能顺取而横射之, 7. 笔者即认为穆先生这种说法就是把朱熙从存有论进入讨论形上道体与性体的思路放在功夫时正的进入解读之而以为不契合, 8. 笔者正是企图两分存有论形上学思路及功夫论思路而来讨论朱熙学。 9. 诸熙谈存有论的纯理的反思不必即是主体的体正, 9. 主体的体正,是功夫论问题, 9. 主体体正的功夫,是本体功夫, 9. 本体功夫。 9. 诸熙亦有言及之, 9. 不必因孟子向山阳明大力发挥而以为即是儒学问题之唯一根本问题, 9. 如学还应该有纯粹存有论, 9. 形上学问题, 9. 功夫论方面也还可以有次第功夫问题, 9. 诸熙全解, 9. 大学, 9. 的功夫论, 9. 就是功夫次第的功夫论问题, 9. 此即比者于本文中所欲建立的分析模型, 9. 而 第2, 诸熙的功夫理论是包含在经典诠释中做出来的, 9. 事实上整个宋明儒学的意理都是在先秦儒学的经典诠释中做出来的, 9. 只是有些系统讨论行上学, 9. 有些系统讨论功夫论, 9. 以及,传统经典中的命题有些被从行上学诠释而创作心意理, 9. 有些被从功夫论诠释而创作心意理, 9. 而宋明儒学家自己的创作也会被当代学者放在或为行上学或为功夫论系统中诠释的。 9. 因此本文对于诸熙功夫理论的讨论架构将以诸熙对重要的先秦儒学经典中的功夫论思想的诠释脉络来说明, 9. 至于不是在主要经典诠释中发展出来的个别功夫论命题则另行分类。 9. 这样的讨论方式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知道诸熙的哲学创作是如何的走在自认为是经典传著的脉络内的立场, 以至于让诸熙得以立场坚定的与他人争辩着, 也因此让我们理解到在诸熙自己的心态里, 他并不是在做他自己的功夫理论的哲学创造, 而是在做一个对这些在经典里本来就有的说法的强调而已。 第三,功夫理论本身是一个丰富复杂多样的领域, 认识中国哲学史内的功夫论知识内涵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它是有几个不同脉络的, 首先是不同学派传统的功夫议题的纠缠与厘清, 其次是同医学派却不同经典脉络传承的功夫知识的交融与厘清, 再则是个别哲学家所关注的不同层面的功夫论问题的辩真与厘清。 而从方法论上贯串所有功夫论问题的, 则是对功夫理论的基本理论形态的认识, 其一为本体功夫,其二为功夫四弟, 其三为具体操作方法。 每一个学派有各自不同的本体功夫, 也有各自不同的功夫四弟, 更有各自不同的具体操作知识。 仅就如家而言, 任意具体操作知识的本身都是本体功夫, 不同的具体操作知识之间则有功夫四弟的问题。 本体功夫指一切心学的主旨, 以及纯粹化主体德性意志的心理修养功夫, 此一理论形式在三教中都是共同的, 但是却有两种误解的通病, 其一为不同学派的本体功夫的混淆, 如扬明心学与禅宗心法就是在形式上都是本体功夫的, 以至常被混淆物质。 另一是本体功夫就是一切心理修养功夫的根本意义, 因此不论功夫知识的概念是否包含心概念都仍是 只是本体功夫一种意义而已, 如学史上的种种经典的种种功夫命题 其实就是本体功夫一个意义, 而不是只有陆王心学才是本体功夫, 异传,穷礼尽性致命也是本体功夫, 大学,格物智之诚意振兴也是本体功夫, 诚意主敬说也是本体功夫, 朱熹许多的功夫发言也都是本体功夫, 如茶石涵养说, 如池首立志说等等。 也就是说, 在陆王被标榜为心学, 为本体功夫的同时, 陈朱潭的格制, 主境, 涵养等观念也同样是心学, 是本体功夫之学。 功夫四地是功夫操作过程中对于先后本末四地的讨论的功夫知识, 这是, 大学, 一书中特有的强调, 陈宜, 朱熹极为重视并加以强调, 陈朱关心下学上答的问题, 关心有功夫可以下手的问题, 关心含养茶石先后的问题, 都是属于功夫四地的问题。 功夫四地是本体功夫中的具体的操作知识之间的四地, 是说本体功夫中四地问题, 若说本体功夫中无四地问题, 则即是在最高境界状态中谈, 那是境界功夫, 是功力展现的状态。 在下学上答的历程中, 在一切建修的历程中, 固然是世界朝向本体顿悟中修养, 因此皆是本体功夫, 但是依着学人自己的程度的深境, 则确实是有一个四地问题存在的。 陈宜, 朱熹皆极为重视这个问题, 并且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四地的问题, 但是却始终被误解为是提出与陆王心学不一样的功夫理论, 而这正是本文将说明讨论的重点。 具体操作的功夫知识问题就含设更广更多元, 因而无法以一两个抽象命题统设说明, 但看哲学系统中讨论了多少就陈列多少, 例如静坐、读书方法、读书次序、生活细节、 人物评价等等涉及本体功夫在现实中的实作知识者, 哲学家所提出的具体操作知识一方面 当然是在理论上依据着形上意理, 因此一阶是本体功夫, 是本体功夫的直接具体操作知识, 另方面则是哲学家的清正知识的展现, 解读知识宛如哲学家自己的生活剖白, 生动真实。 具体操作在本文中不多谈, 因为诸熙所谈太多, 且尚未成为学界争议问题, 实际上, 功夫次第中的项目也就是具体操作的功夫知识。 本文所谈以本体功夫及功夫次第的诠释为主。 以上三个面向的基本立场, 是本文讨论诸熙功夫论的基本立场, 并以此而建立诸熙功夫论的重要纲目。 本文之讨论又是以诸熙的经典权势为进入的功夫论讨论, 主要将以, 大学, 大学, 孟子, 中庸, 三套脉络进行, 这是因为事实上诸熙最重要的功夫论意见就是从这三套经典权势中建构出来的。 二、大学格物质之权势系统的功夫次第论。 大学, 全书宗旨在功夫论, 并非形上系统建构的地盘, 中庸, 则更多地是形上学问题的讨论地盘, 但也有功夫论的发言。 掌握, 大学, 首先是功夫论的宗旨, 再来看朱熙的权势, 则会发现朱熙其实真是谨守在大学, 本身功夫问题的脉络在讨论的, 可以说朱熙是在经典传著的第一意义下作, 大学, 功夫论权势的创作, 也就是说朱熙其实就是在做赚著而不是在做创作, 只是朱熙与杨明传著宗旨不同, 从哲学史发展而言因而也可以说朱熙, 杨明各有创作, 创作重点就在朱熙格物质之说与杨明质量之说一指不同, 朱熙与杨明皆为大学, 八条目而构作的格物质之说的诠释系统, 但是发挥的路向重点不同, 重点虽不同但是根本一直无需冲突, 朱熙从功夫四地问题下手, 杨明从本体功夫路数下手, 两路都是发挥字, 大学也都是如学理论所需, 朱熙谈功夫论也不止在大学中谈, 是因为大学主要是谈功夫论, 所以朱熙因传著之故而说明在大学中的功夫论, 所以朱熙说,大学功夫论的首要意义是对大学功夫论的诠释, 其次的意义才是朱熙自己的功夫论哲学的主张。 当然,最终朱熙自己的意思与朱熙全是大学的意思是二而一的, 既是朱熙的功夫论观点也是朱熙认为的, 大学的功夫论观点。 同时,朱熙对大学功夫论的意见也将一致于朱熙对中庸, 孟子的功夫论的意见, 大学功夫论议题是朱熙功夫论系统中的一部分, 孟子、中庸、中的功夫论议题也是朱熙功夫论的另一部分意见, 朱熙的功夫论意见既是朱熙自己的也是朱熙全是于先情如学经典的, 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全是来的, 在各种系统的全是脉络中都将取得一理一致性, 这是言说朱熙功夫论应有的基本认识。 对于,大学功夫论的诠释也可以说是朱熙功夫论哲学的第一主轴, 朱熙谈论其他经典的功夫论思想时也常以, 大学功夫论模型而未解读之模型。 以下的说明将扣紧朱熙以, 大学格物制之说扣和八条目的整个, 大学功夫次第一理的陈述宗旨为脉络。 重点将包括格物与智之的概念意志与彼此的分别, 格智与城镇的次第问题及寒舍问题, 格物制之与八条目的整体关系问题, 知行问题, 以格物制之诠释其他先情经典中的相关命题的问题。 以下分九段讨论之, 一、大学与小学的宗旨定位。 朱熙定位, 大学功夫主旨在, 格物制之, 此意义同于, 义传, 中的, 穷礼尽性已至于命, 的意志, 但是所以叫做, 大学, 使正因为令友谊, 小学, 功夫在, 小学, 功夫在, 撒扫应对进退的实践实行上, 到了, 大学, 的学习阶段, 就应该对所以然之理要了解清楚, 因此以格物制之为开端宗旨。 参见其言, 明德, 如八窗玲珑, 制之格物, 各从其所明处去。 经人不曾做的小学功夫, 一旦学, 大学, 是已无下守处。 经且当自持进使, 使端可唇一进砖, 然后能制之格物。 三, 珠希的意思是说, 大学, 所要求的制之格物本来是最基本的功夫, 因为人心在, 大学, 阶段时已经经过了, 小学, 阶段的涵养了, 除非, 小学, 阶段没有先涵养好, 否则到了十五, 二十岁席, 大学, 的阶段当然就是要来格物制之一番的, 然而既然, 小学, 阶段没有学好, 那么就先做, 持进, 功夫吧, 持进功夫可以补足本来在小学阶段就要学好的功课。 这也是陈宜的一句话的格局, 涵养需用尽, 尽学在制之。 四, 由, 小学, 定位, 大学, 让我们理解到珠希的, 大学, 宗指定在格物制之讲明知识的重点, 其实是因为涵养的基础工作已经在小学做好了。 参见其言, 财众问, 大学, 曰, 人心有名处, 于其间的一二分, 集结结推上去, 又问, 小学, 大学如何, 曰, 小学涵养此性, 大学则所以时其理也。 中性校地之类, 需于小学中出。 然正心, 诚意之类, 小学如何之得? 需其有时候, 以此时之。 大地, 大学, 一节一节挥扩展不将去, 然必道于此而厚敬。 既道而不敬, 故不可, 为道而求敬, 亦不可。 且如国既智, 又却携举, 则又欲其四方皆准之也。 此一卷书甚分明, 不是滚作一块物事。 五。 本文说明更为清楚, 小学阶段做好了基本德性修养, 到大学阶段才从诚意振兴修其至平一节一节推出去, 所以到了大学阶段要讲究道理。 幼简。 至之, 格物, 大学, 中所说, 不过, 为人君, 止于人, 为人臣, 止于静, 之类。 古人小学时都曾理会来, 不臣小学全部曾知得。 然而, 虽是, 止于人, 止于静, 其间却有多少事。 如人必有所以为人者, 静必有所以为静者, 故又来, 大学, 至之, 格物上穷究较尽。 如入书院, 只到书院门里, 亦是到来, 亦换作格物, 至之得。 然却不曾到书院驻底处, 终不适物格, 之至。 六, 本文是说基本的行为规矩以及基础道理在小学时都已经学过了, 但是及其年长, 真要正式面对家国天下的事业的时候, 其间仍有太多具体事物的经验智慧要学习, 因此要格物置之。 朱熹在解释, 孟子, 书中言于顺之士清一段中亦有论及小学, 大学之便, 参见其言。 林子温说顺世清处, 曰, 自古极经, 何故众人都不会嫩的, 独有顺嫩的事何故须就这里踢绝看出来, 使得, 默然久之, 曰, 圣人做出, 纯世道理, 更无些子格爱。 是他和下浑泉, 都无欠缺。 众人确实已亏损了, 须加修制之功。 如, 小学, 前面许多, 恰似勉强使人未知, 又须是嫩的勉强。 道, 大学, 功夫, 方知各天理当然之责。 如世上故事无限事, 然大要也只是极相大头相, 如, 为人君, 指于人, 为人臣, 指于敬, 为人子, 指于孝, 为人父, 指于词, 与国人交, 指于性。 须看见定是者如此, 不可不如此, 自家何故却不如此, 意思如何便是天理, 意思如何便是私欲天理发见处, 是如何却被私欲仗毙了。 7. 本文说小学时要勉强锻炼之, 到了大学则是交以名理, 此意义极明白。 以上数段文字对于大学首要以格物置之的知识学习为功夫主旨的意见已经陈述明白, 重点就是大学就是要培养成为能够修其置评的大人之学, 因此多有穷力功夫, 而其基础已在小学时确立了。 至于小学时究竟确立了什么? 朱熹则是自行编撰了, 小学, 书一部以为确定, 清代学者张伯行先生未编, 小学集解, 一书未, 序, 言。 古者有大学小学之教, 八岁入小学, 十五入大学, 大学之书传自孔门, 立三纲领, 八条目, 约二第三王教人之旨以垂训, 臣子以为入德之门事也, 而小学散见于传记, 未有成书, 学者不能无憾, 于是诸子及圣经贤传及三代以来之家言善行, 做小学书, 分内外二篇, 和三百八十五章, 以立教, 明伦, 靖身, 鸡骨为刚, 以父子, 君臣, 夫妇, 长幼, 朋友, 心术, 威仪, 衣服, 饮食为目, 使夫入大学者, 必先由士尔学焉, 所谓做人底样子事也, 是故孔子以前, 大学位有书, 自孔子而做之, 而入德之门在世以, 朱子以前, 小学位有书, 自朱子树之, 而做人样子在世以, 学者读孔子之书, 不以大学位之统宗, 则无以知孔子教人之道, 读朱子之书, 不以小学位之基本, 则无以知朱子教人之道, 即无以知孔子教人之道, 观其立教, 明伦, 靖身, 鸡骨, 井井乎有条, 寻寻乎有序者, 即孔子教弟子已入校, 出地, 井信, 爱众, 亲人, 学文之职也, 朱子自为一生得力, 只看得大学透, 而幼即小学义书者, 以为人之幼也, 不习之于小学, 则无以收其放心, 养其德性, 而为大学之基本, 盖朱子教人之道, 即孔子教人之道, 学者有志圣贤, 成为有先于世书者也。 8. 为充实小学而编转, 小学, 专书, 朱熹为民族教育用尽心力的儒者气象, 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以上由小学定位大学功夫主旨, 宗旨以名, 以下讨论朱熹定位, 大学, 在四书中的地位。 2. 大学, 与, 四书, 兼的阅读研究次序。 朱熹重视, 大学, 是站在一个全面的 儒者基础教育 及儒学理论建构的脉络上的重视, 并且从, 大学, 意理特色的立场, 就教学学习而言, 建议了一个在儒学基础经典中的 未学的次第, 即先, 大学, 次, 论语, 次, 孟子, 次, 中庸。 这自然是站在这四部经典的理论深浅 及问题层次上的学习进度, 以为学者建议。 参见其言。 学问须以, 大学, 为先, 次, 论语, 次, 孟子, 次, 中庸。 中庸, 功夫密, 规模大。 九, 某要人先读, 大学, 以定其规模, 次读, 论语, 以立其根本, 次读, 孟子, 以观其发跃, 次读, 中庸, 以求古人之为妙处。 大学, 一篇有等级次第, 总作一处, 一小, 一先看。 论语, 确实, 但言语散见, 初看一难。 孟子, 有感激心发人心处。 中庸, 一难读, 看三书后, 方已读之。 十。 先看, 大学, 次, 语, 梦, 次, 中庸。 果然下功夫, 句句字字, 含永切记, 看得透彻, 一身受用不尽。 只怕人不下功夫, 虽多读古人书, 无益。 书只是名的道理, 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功夫来。 若果看此书书, 他书可一见而决矣。 十一。 总结而言, 朱熹是以, 大学, 一书归约了未学的入手及次第, 因此学者一在一礼上先通透, 并即以之为未学功夫。 而, 论语, 虽言语散见, 十二, 但句句是具体功夫操作知识, 所以可以立根本。 至于, 孟子, 多位本体功夫的普遍命题, 又因其多能提升人的自我尊严, 故而一股五人心, 十三。 至于, 中庸, 其实多弹形上学问题, 转出功夫论问题之后即在一礼密度上绵密严谨, 故而至于阅读研究的最后阶段, 十四。 四部著作的阅读意在一次地中排序, 朱熹于大学功夫四地的思考模式可谓极尽深入知识了, 十五。 三。 大学, 是说一般人的下学上达功夫。 朱熹对大学全书的诠释重点, 是放在大学, 是十五岁以后的成年人用心研读以至切实践旅的成德基础之学。 十六, 其中的修养理论是针对每一个人都切实实用的, 这一个重点就表明了朱熹认定。 大学, 提出的是每一个人日用常行中都可以有下手处的修养理论, 而不是给修养已经达至很高境界的人的理论, 所谓可以下手, 就是指日常生活中可以经由自己的提醒注意而累积功力提升程度的做法, 就是并非处于强烈的是非对错的抉择情境之时, 而是平日的生活中时, 借由平日的生活中的主动进行的功夫修养活动而逐步提升自我的能力, 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的功夫积累活动, 所以绝对是提供给所有人的功夫理论, 也就是一般人的功夫而不是圣人贤者的功夫。 当然, 虽然是提供给一般人在日用常行中下手, 却是努力激见后就可以达至圣贤境界的功夫, 因此就算是圣贤来做这样的功夫也是可以的, 圣贤也是从这样的基础功夫中做上去的。 所以朱熹在、大学、功夫理论的诠释中就不断强调这是一个下学上达的功夫理论, 从基础上做自我教育开始以至最终能成圣贤的修养理论。 更重要的是, 这个功夫实做之后, 最终是要治国平天下的, 也正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之所需, 而非仅只是治心修身于己而已, 故而必定要做穷礼格物的功夫, 因为自修身于治家国天下确实是有众多时事实理之学有待研议的。 参见其言, 格物、治之, 是极粗底是, 天命之畏性, 是极精底是。 但治之, 格物, 便是那, 天命之畏性, 底是。 下等式, 便是上等功夫。 十七 说下等式是上等功夫, 就是说从基础努力做起可以达至圣域。 所以朱熙确实是以格物质之位一般人的下手功夫来认知的。 右简 人多教贱旅, 皆是自立标志去教人。 自有一般资质好敌人, 便不需穷礼, 格物, 治之。 此圣人做经, 大学, 便要使人歧入于圣人之欲。 十八 朱熙认为确实有资质极好的人不需从格制的基础功夫做起, 也就是他们天生已是圣贤的资质了, 但是朱熙就是要提出一个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贤的功夫修养理论, 而大学, 就是为这个目的而说的理论, 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日常积累中逐步成就忠诚圣贤的理论。 因此, 大学, 中所说确实是一般人, 也就是所有的人可以共同使用的下手功夫的理论。 而这下手功夫的重点, 就是为学次第, 而为学次第则就是从格物制之开端。 以下先说功夫次第的意义。 四, 大学, 主要是谈功夫次第。 朱熙在, 大学, 由下学上达定位的功夫理论宗旨中, 就着八条目的次第又指出一个功夫理论意义上的要点, 那就是功夫次第的问题意识。 功夫次第指的是座位十五岁以上的成人教育的理论, 首要在于将修养次第的问题弄清楚, 亦即是在格物, 智之, 智义, 振兴, 修身, 齐家, 智国, 平天下的八项事物中有一个由先智后的作为次第, 这个作为的次第, 正是下学上达的次第, 对于次第的重视, 正是对于提出一个适合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下手的修养理论的考量。 有次第就能让一般人有平日可以下手的地方, 并且日日积累中至最高圣贤境界。 参见其言。 大学, 如一步行成立, 皆有劫次。 惊人看了, 虚事行去。 今日行得到何处, 明日行得到何处, 方可见到那田地。 十九 达林子渊说, 大学, 曰, 圣人之书, 做一样看不得。 有之说一个下功夫规模, 有首尾只说道理。 如, 中庸, 之书, 批出头便说, 天命之畏性。 若是这班书, 全者的思量毅力。 如, 大学, 只说各做功夫之节目, 自不消的大段思量, 才看过, 便自晓得。 只是做功夫全在自家身心上, 却不在文字上。 二十 虽是次第, 次第中的每一项功夫都仍是自家身心锻炼的本体功夫, 此意后文在详。 既是次第就有次第上为先, 为义, 为平日之可下手的功夫项目, 那就是格物质之之功夫。 至于关于次第的讨论就是关于一切本体功夫的具体操作项目的次第问题的讨论, 格制成正是本体功夫, 修其制平更是本体功夫的具体操作项目, 因此功夫次第问题并非与本体功夫不同的另一种功夫主张, 而是另一种功夫论问题。 五、大学, 功夫次第的发端及格物, 智之的概念意义与其间的关系。 朱熹认为, 大学, 的用意就在教授所有的人成为大人, 成为圣贤, 这个教授的重点是在提出一个日用中可以直接下手累积的功夫, 这个功夫是一套有次第的功夫, 这个次第的发端及在格物质之中, 必须是在格物质之中下手才有随后而来的真正的诚意振兴修身其家治国及平天下的效用。 参见其言 大学, 首三句说一个体统, 用力处却在智之, 格物。 二十一, 臣指示时, 虽是一臣, 燃心之所发有不忠结处, 依旧未使证, 亦不必如此质疑, 大药指在智之格物上。 如物格, 知智上鲁莽, 虽见得似小, 其病却大。 自修身以往, 只是如破竹然, 竹节自分明去。 惊人见得似难, 其时却异。 人入得处, 全在智之格物。 譬如是临安府, 路头一阵, 这起草邪, 便会道。 未须问所过周县 那个在前, 那个在后, 那个是凡胜, 那个是荒锁。 功夫全在智之格物上。 二十二, 大学, 功夫以格物智之位发端, 就是要将努力的方向确定, 方向对错决定了事业最终是否成功, 所以朱熹以格智位下手处之初端功夫, 并以之即是, 大学, 本意。 大学, 本身明说了格物智之是一切功夫修养的开端, 那么格物智之这两个功夫概念本身的意涵 及两者的关系为何? 首先, 就关系而言, 朱熹认为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动作, 智之在格物, 要智之就在格物中进行, 所以格物这个动作就是智之的实践落实。 参见其言。 自, 欲明明得于天下, 智, 先智其之, 皆是格一节, 所以言欲如此者, 必先如此。 智之在格物, 智与物智切近, 正相照在。 格物所以智之, 物才格, 则之以智, 故云在, 更无次地也。 二十三, 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智其国, 智之在格物。 欲, 欲, 先, 自, 未如欲如此, 必先如此, 誓言功夫劫次。 若, 智之在格物, 则智之便在格物上。 看, 欲, 欲, 先, 自, 差慢的蝎子, 再, 自幼颈的蝎子。 二十四, 以上二文集是朱熹明白指出智之功夫就做在格物上, 实际上就是格物一个功夫, 格物就是要穷究事物的道理, 而这也就是智之。 右简, 问, 智之, 是欲于事理魔所不知, 格物, 是格其所以然之故。 此意通否? 曰, 不须如此说, 只是推及我所知, 需要就那事物上理会。 智之, 是自我而言, 格物, 是旧物而言。 若不格物, 何缘得之? 而今人也有推及其知者, 却只泛泛然解其心思, 都不就事物上穷究。 如此, 则中魔所知。 一纲曰, 只是说所以知之, 必在格物, 曰, 正是如此。 若是即其所知去推究那事物, 则我方能有所知。 二十五 此文文义更明, 要弄清楚事物的道理就是要正面面对事物, 所以知之就在格物, 就是面对事物中至其所应知之理。 至于, 大学, 中特别说格物而不是穷理是因为格物就是就着具体事物而做研究致之的功夫, 若只单独一个穷理的功夫则将异于流味空泛, 因此朱熹强调, 大学, 特别以格物功夫说辞入手功夫就是在于要及市民理。 参见其言, 人多把这道理做一个玄空抵物。 大学, 不说穷理, 只说各格物, 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 如此方见得实体。 所谓实体, 非就事物上见不得, 且如坐舟以行水, 坐车以行路。 今世以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于路, 必不能行, 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路也, 此之谓实体。 二十六, 穷理, 二字不若格物之为切, 便就事物上穷格。 格, 未至也, 所谓实行到那地头。 格物, 不说穷理, 却言格物。 盖言理, 则无可捉摸, 物有时而离, 言物, 则理自在, 自是离不得。 二十七, 格物的意义既然是连着具体的事物, 则在穷理意义中的格物便还又携带着具体做事的意思了。 更精确地说, 格物是做事中的理解的部分, 格物就是要面对事物具体从事, 但强调格物置之就是强调具体作为中的理解的部分。 参见其言。 问, 格物, 还是事未至时格, 事即至然后格, 约, 格, 事到那般所在。 也有事至时格底, 也有事未至时格底。 二十八, 本文集是说有就在处事中研究此事的处置道理, 也有不在处事时的事先研究处置道理, 但是就是都是面对着具体的事件的研究。 又如其言。 穷理格物, 如读经看史, 应皆事物, 理会各事处, 皆是格物。 只是常教此心存, 莫教他嫌没够荡处。 公且到如今不去学问时, 此心顿放那处。 二十九, 理会各事处, 就是想清楚道理所在, 就是在处事的当下确定事件处理的道理, 就是在面对事物时 一须是一直要来理解研究自己应有的价值态度。 而这个工作便是伴随着日常生活的种种事件之逐步深入而逐步成长, 因此朱熹即以中庸的博学, 博学之、审问之、 审思之、 明辨之、 知详实尽穷的智之之说来等同格物智之之意。 参见 问,格物最难? 日用坚硬是处, 平直者却亦见。 如交错疑似处, 要如此则比爱, 要如彼则慈爱, 不省何以穷之。 约, 如何一顿便要格得嫩的。 且要见得大刚, 且看各大胚模式嫩的, 方就里面炫炫作戏。 如树, 出尖且先着道在这里, 逐炫去皮, 方使出戏。 若男小义小弟, 义齐都要理会的, 也不结嫩地。 但不失了大刚, 理会一重了, 里面又见一重, 一重了, 又见一重。 以事之详略言, 理会一见又一见, 以理之浅身言, 理会一重又一重。 知惯理会, 须有极尽时。 博学之, 审问之, 圣思之, 明辨之, 成四节次第, 嫩地方是。 三十。 大学说各格物质之, 同样的宗旨在, 中庸, 中却分了四节说之, 事件是一件又一件地理会, 道理是一重又一重地理会, 格物质之之之于圣学修养功夫是如此的艰难绵密, 这是朱熹即欲强调的重点。 六, 格物质之概念的实意在禁之即进行。 前段文强调格物质之之要在即是明理, 在即是中的明理的部分是格制概念的实意, 但是格制功夫的真正落实, 朱熹却强调应是进之即进行。 一级格物质之之功夫的落实是含带着实践的圆满完成, 因此这就绝不仅只是理上之之而是世上完成。 参见其言。 契远问, 智之者, 推至事物之理。 还当就什么样式推至其理? 曰, 眼前凡所应皆底都是物。 事事都有各级智之理, 便要知得到。 若知不到, 便都没分明, 若知得到, 便者定嫩的做, 更无第二者, 第三者。 指缘人见道理不破, 便嫩的苟见, 且嫩的做也得, 都不做的第一意。 曹问, 如何是第一意? 曰, 如, 为人君, 指于人, 为人臣, 指于静, 为人子, 指于笑, 之类, 决定着嫩的, 不嫩的便不得。 又如在朝, 须着进君子, 退小人, 这是第一意。 有功决定着赏, 有罪决定着诸。 更无小人可用之理, 更无包含小人之理。 唯贱得不破, 便道小人不可去, 也有可用之理。 这, 都是第二意, 第三意, 如何会好? 若是世穷的进道理, 是世战的第一意, 做什么刚方正大? 且如未学, 决定是要做圣贤, 这是第一意, 便渐渐有进步处。 若便道自家做不得, 且随分依稀做蝎子, 这事件不破。 所以说道, 不以顺之所以是姚氏君, 贼其君者也, 不以姚之所以致名致名, 贼其名者也, 为无声不能者, 自贼者也。 三十一, 本文强调第一意就是要求心念意志就要定在道理的急处从而做去, 要真正做到了才是真正知道了, 这才是格物智之的真正落实, 因此一落实其实就连着修其制品一路上去了。 而格智之一本就是, 大学, 功夫的发端, 发端就不是只停在端处而是要到极处, 这个极处就是不只是之上要到极处, 而是在行上也要到极处。 知行合一的静之静行才是格物智之的十一级完成意。 以下多文皆见此意。 智之所以求为真知。 真知, 是要彻骨都见得透。 三十二, 格物者, 格, 静也, 须是穷尽事物之理。 若是穷得三两分, 便未是格物。 须是穷尽得到十分, 方是格物。 三十三, 格物, 须真见得决定是如此。 为子岂不知是要孝, 为臣岂不知是要终人皆知的是如此。 然须当真见得子决定是何当孝, 臣决定是何当中, 决定如此做, 使得。 三十四, 问, 格物功夫未到的贯通, 意味害否, 曰, 这是圣说话。 而经学者所以学, 便须是道圣贤地位, 不到不肯修, 方是。 但用工作向前去, 但见前路茫茫的白, 莫问尘徒, 少见自能道。 如何先立一个不解做的变修底规模放这里了, 如何做事? 且下手要做十分, 到了只做得五六分, 下手做五六分, 到了只做得三四分, 下手做三四分, 便无了。 且诸公自家里来到渐阳, 直到渐阳方修。 未到渐阳, 半路归去, 便是不到渐阳。 圣贤所为, 必不如此。 三十五 问, 知如何知物如何格, 曰, 海提之童, 莫不知爱其轻, 及其长也, 莫不知敬其凶, 人皆有事之, 而不能及敬其知者, 人欲害之也。 故学者必须先刻人欲以致其知, 则无不明以。 至, 自, 如推开去。 譬如暗示中见些子明处, 便寻从此明处去。 忽然出到外面, 见得大小大明。 人知智之, 亦如此也。 格物是, 为人君止于人, 为人臣止于敬, 之类。 事事物物, 各在各至极之处。 所谓, 指, 者, 及至极之处也。 然须是极尽其理, 方是可指之地。 若得八分, 有有二分未尽, 也不是。 虚是极尽, 方得。 又曰, 知在我, 理在物。 三十六。 至之, 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 只是人面前底。 且如一例两见, 昨日虽看一当未然, 而却又说未做也无害, 见得力不可做, 却又说做也无害, 这便是物为格, 知为智。 今日见得一当未, 觉为之, 力不可做, 决定是不做, 心下自肯自信的吉, 这便是物格, 便是知的智了。 此等说话, 为无嫩的言语, 册子上写不得。 四嫩的说出, 却较见分晓。 三十七。 以上诸文都已知行合一说格物智之, 必须如此响应, 时事对学界向来对珠希格物智之说过多的批评的回应, 依珠希本意, 实际上格物智之不是一个单独的功夫, 格物智之本来就是八目中的发端的概念, 说其发端就是功夫四地问题中的发端, 发端之后就要持续实践完成, 那也就是完成在修齐制品中, 为了修齐制品的事业当然要穷究道理, 因为这不是只是自己端正心念的事业而已, 这是涉及家国天下的众人厉害的事业, 所以要特别从格物智之中入手, 既入手,就要行去, 所以既要进之以之家国天下, 更要进行以行家国天下, 所以打开说格物智之连着城镇修齐制品而为之行和依之进之进行, 此意正是珠希全市, 大学,格智功夫的完整意, 这也就是本文强调珠希在, 大学,文本诠释中进行的是功夫四地的功夫论问题, 而不是从人生目的上讲功夫跟本意的本体功夫的功夫论问题之一, 七,大学,格物智之与诚意振兴的概念定义与四地关系, 诸希认知中的, 大学,格物智之的实意是包含着实践的落实, 若分开定义, 则格物智之是强调之的功夫部分, 诚意振兴是强调型的功夫的部分, 而具体作为则就是在修其智评中, 修其智评中都既有格智的知的功夫以及成正的行的功夫。 此外,珠希以功夫四地问题定位, 大学,功夫理论的宗旨, 就这次第问题中, 大学,以格物智之先于成义振兴, 珠希对此有明白的解释, 珠希明白地主张没有做好格物智之的功夫, 则成义振兴的功夫是无法完成的。 首先就格智成正的概念定义而言, 参见其言。 欲知之之真不真, 意知臣不臣, 只看做不做如何。 真各如此作底, 便是知致, 亦臣。 三十八 此文中显见诸希明指真正的格物智之事含着实践的意思。 至于格物智之与成义振兴两分时则格智未知, 臣正含着修身以下则未行, 其言。 如格物智之, 成义振兴, 修身舞者皆明明的事。 格物智之便是要知的分明, 成义振兴, 修身便是要行的分明。 三十九 所谓明知者, 智之, 格物, 成义, 正心, 修身, 皆明知之事, 五者不可缺一。 若缺一则得有所不明。 盖智之, 格物, 是要知的分明, 成义, 正心, 修身, 是要行的分明。 然既明其明得, 又要功夫无间断, 始无时而不明, 方得。 若知有一知不敬, 物有一知未穷, 亦有请客之不成, 心有请客之不正, 身有请客之不休, 则明得又暗了。 为之无不敬, 物无不格, 亦无不成, 心无不正, 生无不休, 即是尽明明得之功夫也。 四十, 格物智之与成义正心两分时意为之意为行, 此及诸希明白说的之行合一之论, 此意尚在多处论及, 诸子与类, 小于卷九学三论之行大于中即有更多含着智之, 例行或涵养一贯的言语, 涵养即是行的一方, 因此此一之行和一之意确实是诸希全解, 大学时的主张。 其次, 隔日城镇间既有如此的知行关系, 然而隔日城镇间的先后关系则是先隔日后城镇, 这也本来就是, 大学, 的宗旨, 因此也可以说这只是诸希的忠实权势, 不过, 忠实权势中诸希还是开发了功夫四弟问题的心事也, 参见其言。 若不隔物, 智之, 那各成义, 正心, 方式那在这里, 不是自然。 若是隔物, 智之, 便自然不用强那。 四十一, 这就是说真正做好了隔物智之之后, 则成义正心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不假勉强。 而如果隔物智之不透彻, 则成义正心也无法真正落实, 此义诸希则屡有身言。 知智而后一臣, 虚是真知了, 方能成义。 知苟未智, 虽欲成义, 故不得其门而入矣。 为其胸中了然, 知的路径如此, 知善知当好, 恶知当恶, 然后自然亦不得不成, 心不得不正。 四十二, 未有不能格物, 智之而能成义者, 亦未有不能成义而能振兴者。 四十三, 上二文都是先格制才能成正的极为明白的段语, 虽然如此, 此一次第其实是指的完全完成之意义上的次第, 是说前向功夫没有落实, 则后向功夫不能圆满, 而不是说前向功夫尚未进行则不得进行后向功夫, 因此诸悉之说是无之离之病。 事实上生活事件中碰到什么项目的事业就应当当下实践行去, 不得因大学节目次第之说反乘逃避的借口, 因为处事的原则一般来说人们也是理会的的, 知多少做多少, 未进之之前依然是要去做的, 参见其言。 问, 物未格时, 意义当成, 曰, 古然。 岂可说物未格, 意便不用成。 自始至终, 异常要成。 经人之未智者, 也知道善之当好, 恶之当恶。 然灵是不如此者, 只是时未曾见得。 若时见得, 自然行处无差。 四十四 也就是说, 现实生活中的作为的次第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的次第, 但是就功夫的功德圆满而言, 则有一先格制透彻才有成正落实的次第, 如其言。 顺公问, 智之, 智义是如何先后, 曰, 此事当初一发同时做底功夫, 即道成时, 智智而后一成而。 四十五 临子冤问之指智能得。 曰, 之与行, 功夫须者并道。 知之月明, 则行之月度, 行之月度, 则知之以明。 二者皆不可偏废。 如人两足相先后行, 便会渐渐行得道。 若一边软了, 便一步也尽不得。 然又须先知的, 方行得。 所以, 大学, 先说至之, 中庸, 说之先于人, 永, 而孔子先说, 知己之。 然学问, 慎思, 明辩, 例行, 皆不可却依。 四十六 朱熹强调格制优先之说本来就是, 大学, 的本意, 并且也有孔子及, 中庸, 的说法的佐证。 但是, 朱熹做了深入的发挥, 其一是这个知识之后即要行, 其二是这个知之优先是完成意的优先, 可以说是境界的次第, 而不是功夫操作的次第。 就功夫操作而言, 则是眼前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 不论是身家国天下之任何一事, 但就着眼前这一件事情而言, 则是理解重于一切, 毕竟是知得透了, 才能行得好。 这一个基本格式当然也就是八木全体的格式。 八, 大学, 八条木功夫次第的实践与完成关系的根本意义。 大学, 八木间有一个先后的次第, 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却产生一个理解上的问题, 就是任何人在任何阶段中是不是一定要就着次第中卫先的项目都完全实现了以后才能去做次第上位后的事情, 以及是否格物质之上位功德圆满就不能诚意振兴。 是否修身其家上位圆满就不应该先去治国平天下。 对于这个问题, 朱熹明确地指出, 就事件的作为而言, 格志成正修其制平是同时一起做的, 其次第是意指评价其是否真能圆满完成意义上的次第, 而不是事件作为的次第。 就作为而言, 在生活世界中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应该当下立即进行的, 同时进行同时进展, 就其进展上的完全完成而言, 则有八目的先后次第, 这才是否真能圆满完成意义上的次第。